包括我們看到高雄的地方 不但是封牆 甚至下起了大豪雨 來看到這個地方 是在仁武城河街 在這邊水淹一度到了大腿了 超商也進水 所以目前水剛退 居民忙著清理 當地捷運狀況 我們連線與記者李戴娟報道 現在就是在我們所在的這個位置 等一下…太高了 居然可以滑小船的地點 就在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高雄仁武的城河街 目前已經是水退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下午3點20分的時候 水直接是灌進了這個超商 超商已經架高 但是水直接灌進到裡頭 目前裡頭的人員 還持續在進行這個清掃的作業 要把在最深層裡頭的這個水給掃出來 但是實在是不容易 因為水真的進得蠻多的 整排這一條馬路幾乎都是淹水 而且是淹到了大腿的一個情況 他們說這一邊 其實只是每次要下大雨的時候 就很可能淹水 不只是超商 旁邊的這一個家娃娃機店 其實裡面都淨水了 而剛剛有好多的這個居民 他們是趁著沒有雨的時候 趕快來做清掃這一家早餐店 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也是有高度的 但是目前為止這個水 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清理完 老闆娘 講一下今天水淹到最深的 一個情況 好 應該是蓋子 現在這樣煎 我說現在這樣煎 對啊 這樣煎 到哪裡 到這邊 到這裡 上一次是不是淹得更慘 上一次這樣子 很高 你有架這個防水閘門 要淹進去啊 要淹我們這個不好淹 我們這個 然後這個早餐店 他們其實有比較高度之外 水還是持續的滲進去 也因此他們說這個水來得太快 根本完全沒有辦法反應 所以防水閘門 也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就把它架好 再加上已經有一些老舊 所以水只好就是直接 往裡頭來鑽 而你可以看到這整排 其實剛剛都是有出現了 水淨到裡頭的情形 現在是這個八點的時間 還好現在沒有下雨 因為他們說 如果像今天此刻又是大潮 又可能下雨的話 又可能再淹水 所以他們呢 其實每一次的這個災情 都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讓他們相當的擔心 還好目前在高雄的雨勢不大 水已經退了 再把鏡頭交換給朋友